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流暗道3點14最後通牒 宇途天賦的農法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 什麼一天農一條獵手之類的瘋狂賺法 宇途的天賦被大規模的削弱之後 目前能賺的內容還是有 但是主要跟過去上個版本的運作會有些不同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為了跟大家統整這八個區域當中 哪些內容是比較值得投資的 如果反應好的話之後再做一集 跟大家細部講每個地區的細節 該如何賺取通貨達到最高的效率 那就像我剛剛強調的一樣 這個版本已經不是你瘋狂狂刷猛刷 某一個地區把圖控好 就能夠產出很大量的東西 這個版本所需要的是讓聯盟機制的首席程度 並且快速的完成你要農的一個內容 好的話不多說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一個介紹 第一個是右上角的一橋里斯 一橋里斯目前我沒有非常的推薦 主要的原因是 沾望被砍落了 你要在這一區單純的撞到一般開圖的沾望門 是比較困難的 要穩定拿沾望的話 必須使用沾望域 那可惜有一點很重要 現在這些域的價格 是還蠻貴的 沒有很推薦單人的玩家去刷他 你的機體可能不夠強 還會造成一定的虧本 特別是四域五域以上的沾望圖 基本上要獵手才能刷得又快又穩 那這個版本的獵手價格大家也是知道的 所以呢 不太推薦 一橋里斯走 再往這裡 那如果你真的要農這一區的話 我還是可以推薦一下 像是 這個精良樣本 雖然獵魔會有更多傷害更多生命 但是他的獎勵有50%機會可以兩倍 如果你是專門農獵魔的話 這個部分還算是相當的不錯的 其餘還有艾瓦的任務額外的一個 獎勵 那主要農艾瓦區一般玩家不會選擇這裡 只是這個地方呢 是可以跟 這裡的沾望做一個搭配 你開了沾望通常都一定會開艾瓦 增加他的一個乘數做一個搭配 其餘的像是 這個 金幣 普蘭德斯系列的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刷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收益實在是很低 也是蠻靠運氣的 不推薦 普拉克斯這裡 前期的話應該會選擇 裂痕的部分 裂痕他的掉落斷片機率是數量會提高很多 那也有一定的機會掉落裂痕式 假如你是聯盟前期想要刷聯盟金 像這個版本的話 大家前期都還蠻需要去開 這裡的任務啊 或者是去刷一些 特殊的能力 冰的太平的項鍊 火的 索伏的弓索伏的項鍊 都算是有一點的價格 那特別是像現在的裂痕 他的一個升級版本的一個 獎勵史都可以在這裡刷到 所以前期可以投資裂痕 其餘的部分的話 花園 可是我必須說花園在這個版本 是非常爛的一個 東西 你就算點了出來 你進去花園 也不一定的像過去版本 像洗到 有崇高價值的花園 這個地方就看人了 那目前這個版本當中 我是覺得這個 礦賣也算是 有點糟糕 除非你是挖礦宅 不然你這裡可以投資 這裡的點數 可以獲得額外的這個 魔暴流算 多一點圖也算是不錯 但是我很懷疑現在有多少玩家 還是會願意去挖升礦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個 里拉奧斯丁的部分 在這一區的話 一樣是投資裂痕 但是這裡的裂痕 必須跟大家提到一點很重要 不管是上面的還是下面的 裂痕隨著聯盟的開機越來越久 他的價格會隨之不斷的降低 特別是一個月過後 絕對不會有人想要去 特別去農裂痕解裂痕 畢竟一個斷片的價格會低的很多 那如果隨著聯盟你發現裂痕的價值已經沒有了 你就可以把它投資在這裡的秘密藏身處跟內因 我是覺得目前的走私者秘寶是非常的賺的 走私者秘寶有機率掉落藍圖 這個100%不是一定會掉 但是機率變成兩倍 那其中的藍圖有10%機率全微揭露 它是可以大幅增加你藍圖的掉落 大家有沒有覺得現在的藍圖掉落機率其實很低 開不太到 那他的價格其實也不低 特別是有驗品寶石版本 或者是一些 驗品裝備之類的 那些都算是蠻高價的一個藏身處的藍圖 那現在當中呢 你可以從詞綴當中開截到詞綴 只要花61 61的話 開在這裡 拿內因的獎勵 我覺得長久以來也算是還蠻賺的 其餘比較重要的話是這個的包子的能力 包子的地圖會掉落掉落地圖的數量增加有機率抹油 而且產生速度更快 而且掉落的地圖有5%機率含有 含有一個掉落的一個事件 附魔詞綴 而且是掉落區域的地圖 掉的越多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這整區的 掉落量增加到還蠻高的 那你刷挖幾張圖之後就有機率可以掉落有額外事件的掉落圖 假設又是在這個區域的話 空著你又可以在這裡面去刷掉落圖的數量 那長久以來也算是可以 但是我知道很多玩家都不願意去刷掉落圖 因為覺得太拖時間了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點 現在大型的掉落地圖有一個優勢是他可以吃得到 地圖的詞綴 越來越多人會選擇去掛機 那些掉落圖 測到地圖的詞綴 測到新的有的一個怪物數量 掉落的獎勵是相當驚人 你花5分鐘的時間基本上可以拿到 10倍左右的 應該超過10倍正常去刷聯盟機制的 最後通碟的通貨量 也算是很驚人 假設你有 足夠大量的 紅圖黃圖的掉落圖的話 然後把它的數量乘一乘 特別設計一下那些圖 好我們來看到瓦爾多七帝 瓦爾多七帝 以前最常被稱為的 使用就是這裡的神域區域 但是現在的神域區域呢 是神域國王神域頭目30%機率取代 才有可能達到像以前的聯盟掉落收入 但是還是比以前差很多 因為 30% 那目前版本當中如果你要在這裡的神域區域呢 我強烈建議一定要使用 吉利的石頭 如果你沒有吉利的守望石刷這一區 神域花時間 而且 我覺得也會越刷越窮 因為掉落的斷片已經價值越來越差了 那其餘比較好的我覺得是 永生密教石源的這個 情報增加五 以及這裡的處形 額外獲得一階級 這裡的140%一定會升兩階級 因為他只要處形就一定能升一階級 跟旁邊的這個只是 機率翻倍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可以運用什麼呢 我們可以快速的把 所有的角色的等級提升 提升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使用這裡的 隱匿的情報加五的方式 來累積他的一個情報量 那你會發現 當你全部都設定好之後 要怎麼樣才能把頭目的情報再塞滿呢 還可以再使用這一區域 下面這裡的蒐集情報 完成地圖的時候 隨機永生密教長城處就可以拿死 你就可以藉由不處形頭目 或者是 不解決太多人的問題 直接把絕大多數的三階的 頭目怪物 進入 這個最後的密教區 來拿到非常高額的獎勵 實際上的運作方法呢 我會再做一集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成兩邊 這邊兩邊有一個 長生促是比較多 比如說提升等級呀 或者是一些經驗的做法 最右邊的話是一大堆的生甲蟲 那旁邊兩個的獎勵就沒有這麼好 那我們能做的做法就是 把所有的人員安排到這裡 把等級提升 夠高 然後再使用這玩意 然後盡量的打旁邊這兩個區域 讓他們的一個 有生密教的情報增加 就可以在打王的同時 把旁邊這兩區 都升到三等四等 就可以獲得非常高額的一個獎勵 這我是覺得密教比較賺的一點 那其餘的部分的話 是可以使用戀魔事件 那當然 如果你沒有吉利的石頭 我個人強烈建議 把這兩點拔過來 打到這裡的戀魔事件 如果你不想要打戀魔事件 那也可以選擇掉落事件 來做一個打法 可是這一區其實沒有這一區賺 因為他沒有給予 新的大型的掉落圖 沒有大多路 掉落圖的小掉落事件 我覺得獎勵還是太少了 好那我們來講到右邊這一區 這邊兩個都是戰亂的區域 新版的戰亂他的一個 效果也是被nerf的很嚴重 我是覺得 目前這兩區都是毫無價值的區域 因為以前比較好的 戰亂掉落灰影等等的能力 都被大幅的砍落了 那這一區還有什麼能夠弄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其實很少講深淵 雖然深淵目前有多了一些 新的獎勵的寶石等等 但是我刷了幾次 我覺得那個掉落率 有點可悲 而且深淵這玩意也是蠻花時間 去處理的 一般都只能掉落一些深淵的珠寶 當然你運氣好的話 那些深淵珠寶 整理起來也是可以賣通貨的 但是我對於 整理很久只能賣幾十c的一個 看守之眼珠寶也沒有那麼的感冒 所以就沒有特別的去選擇他 基本上我是不會碰這個區域 然後硫磺的我也不會碰 好那我們來講到這一區 一樣 那這裡的戰亂事件呢 也算是 獎勵 揮印給很少了 那就把 有出現就打 沒有出現就沒有必要去追求他 那這一區我主要會使用到這裡的 增益發展 增加他們旁邊存活的建造者的房間 如果你對於 穿越房間很了解的話 你可以靠著這一區來做一個 額外提升的方法 把你所需要的房間 盡量都升到三等 如果狀況好的話 你甚至一張圖要做出 穿越的升級房三等 瓦爾的三等 都可以靠著這個簡單的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也打算做一集 跟大家介紹 如何去農出 你要的三階房間 好那我們講到 特恩資金 特恩資金也是一個 沾望資金的方法 這裡的是加10% 旁邊那個只有5% 有夠可憐 好那就算是給一些 比較 新手用的沾望圖區域 這也是 額外可以去撞到他的一個速度 他本身如果你去打那個 五域的沾望圖 這一區的效果就沒有這麼好 這邊比較適合就是 野生的沾望圖 再來旁邊主要是農野獸 可是農野獸也是跟著朋友農會比較好 如果你單純自己去打野獸的話 你還要使用一些野獸的配方去做 基本上投資也 不小 當然長久經營起來 也是ok的 但是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這邊就給大家自行討論 有朋友最好 沒有朋友自己刷效率還是不好 再來的話是這裡的 絕望深淵區 這裡的絕望深淵我覺得又稍微好一點 他有額外通貨 還有這個額外的巫妖的機率等等 如果你是想要穩定的刷 深淵的話 這一區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不是我的行 我也不喜歡 侵略同步這也沒有到多考慮 看他這邊 這邊有漏講一個是保險箱的部分 凱恩斯的保險箱 這個地方的保險箱一定要搭配一些詞綴使用 假設你點到這一區的話 你要 最大的保險箱是需要使用伏擊 增加額外三個保險箱 那你還是可能需要用到這個 宇圖天賦當中 去上這個 六分儀 來拿到額外的保險箱的數量 那你要怎麼再增加保險箱呢 你還可以再選擇預言的方式 拿額外的保險箱 才能夠完整的發揮這一區的效果 你要做這麼多投資 然後箱子開到主要是什麼呢 應該是六連道具 去換神聖石 所以這個地方就見仁見之 我也看過蠻多人 可以靠著這樣的做法 去拉到很多的六連裝備 當然這個組隊會更有效益一些 最後我覺得最賺的是這裡的哈姆雷德 他有很多很多的賺法 每個區域都稍微有點價值 前期我會使用征服器跟抑制腐化 這裡的話會有額外的精髓 以及精髓的等級較高 那較高的精髓你還可以用一個方法來升級他 就是使用遺忘的污染器皿 在丟他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再把它升級或腐化 我們在這個精髓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點 精髓 他在分成這兩區 以及下面這裡有比較價值的區域 那你可以靠著使用以往的污染精髓 在挖這些區域 這個就可以把它想像成精髓的挖耳boss 有一定的機會會跑出這些額外的精髓出來 如果你能拿到這些精髓的話 目前的價格也算是相當的驚人的 那精髓為什麼這麼值得投資呢 因為目前當中地圖裝備的池椎 可以開到這個精髓的池椎 只要2C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裡點出來 然後再用這2C的方法去刷到很多高等的精髓 那特別是現在這個版本沒有花園 做裝還蠻多人需要靠精髓一直去丟一直去曬的 所以蠻建議前期可以投資 增幅器的 那我個人目前的做法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其實勝地跟血債也蠻賺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區給予的這個供禮數量 及額外神壇的機率其實也不算低 雖然跟原本的機率合起來的話 大約只有18% 但是我實際跑圖 我覺得應該有超過20%的機會可以遇到 非常的神奇 那遇到祭祀神壇有什麼好處呢 祭祀神壇我這裡的話 除了可以重塞 以及額外機率特殊獎勵的出現 可以靠塞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目前當中的斷片 裡面有一個 我看一下 就是這個 祭祀杯器 還這個價格還蠻好賣的 假設你不會用這玩意的話 建議就直接賣掉 我在祭祀的話 好像 兩個半到三個祭祀杯器 就可以換一個崇高的量 真的是 很好賣很好賺 那平均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專門去挑裡面 杯器減價 假設沒有好的通貨或道具的話 我就直接鑽減杯器 一場平均下來 也可以 將近40到50個杯器左右的碎片 那累積100個就可以換一個杯器的量 那剩下的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一個焦點調查 以及 收集情報 這裡可以給予額外的一個窮恩任務 只要你跑的地圖 夠勤的話 這區我會使用比較飛車的流派去跑 然後跑這個 冰海山丘 因為跑得夠快 那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丟一個 密原互換 有個加10% 含有密原的機率 如果有 打到就進去看看有什麼 詞綴是你需要的 沒有就算了 那其餘的花園這一區的話 我是 沒有覺得特別好 就算是現在的四階作物 我覺得都沒有特別高的價值 罕見的供應選項 也是很靠賽 那以上就是我對目前這幾個區域的一個做法 那假設你們有什麼想要看的一個 農通貨的方法 或者是 特別想要招哪個區域的賺法 不清楚的 像我今天有提到的一些點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再慢慢的分析說 每個區域該怎麼農怎麼賺 那最後的這個中間區 我個人的想法是 看情況再做一個改變 那上個版本其實很接近 正常情況之下 我會選擇 這個老手以及 宇圖決心等級加1 因為我會很密集的去跑賽勒斯 就是非常速刷 簡單來說我目前的策略就是 刷爛左上 而且去遇賽勒斯 因為我發現 目前很多決心寶石的價格都很高 刷賽勒斯可能是最好的投資之一 你總不可能刷的10場都掉不了 有價的決心寶石吧 然後這個也是很奇怪 那我還會累積一定數量的圖 你可以發現我這裡面 在速刷圖還有個好處 就是頭目有機會會掉落 蠻多這種 高階的圖 像是奇美拉 魔抗 火鳳凰 這類的 尊師守衛圖 又有機會可以掉到 這類的一個 守衛圖 那這些圖可以累積起來 到一定的數量的話 假設你的這個 重置點數夠多 可以稍微的把這裡拔一拔 然後把這裡的點起來 額外的看守之眼 額外的斷片 以及加入 進行一個網站巡迴 也是很高的收入 那如果你不進行網站巡迴 最後應該要 保持的什麼樣子呢 我還是會維持決心等級9 而且使用親密戰友 可以獲得一個 額外的語圖任務 把語圖任務給加起來 那還在使用無人致敬 開札納的時候可以使用到 那假設你沒有開札納任務 你也可以點到 旁邊的這個 機率掉落追憶圖 也算是可以 是速刷流派的玩法 那以上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就好了 那我們就之後的攻略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話說有人想要看 好貴好貴的飛車嗎 我開始墮落了呢 拜拜